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 我是 Alexander Sambaday 在上一支影片,我是跟大家说我是怎样遇到 Carhorn 的嘛 对不对 这一支影片,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 Carhorn 的基础玩法 Basic 还有 Carhorn 的历史啦 我们先看看 Carhorn 的 Basics 是怎样的 请看 OK,首先要告诉大家 Carhorn 通常都会用到的地方 中间,还有旁边 中间是 Base 我建议大家手放这样子 因为可以产生更坚实的声音 接下来是 Slap 接下来是 High Slap 还会是 字幕提供 做的都是一些 Cajon 的 basic 啦 現在我要告訴大家一些 Cajon 的歷史 因為它歷史很長嘛,對不對 我就盡量縮短來告訴你們 Cajon 的歷史是怎樣的 Cajon 是西班牙化來的 在西班牙的意思就是盒子或者是箱子啦 然後 Cajon 的歷史呢 一切就要從西非 West Africa 那邊說起 大概在18、19 世紀的時候叻 很多當地的人都被抓去做奴隸啦 所以他們所帶的東西叻 包括他們的骨啊 比如說 Dijimbi, Dun Dun,還有 Bata 全部被禁止使用 然後有一些被抓去 Peru 的那些西非人哦 他們在休息時間哦 就是偷偷拿一些空的箱子啊、盒子啊 來玩啦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是可以 來代替他們的骨啦 就因為這樣 Cajon 就在 Peru 被發明出來了 到了 1970 年的時候哦 有一位來自 Spain 的 guitarist 他的名字叫 Paco de Lucia 和他的敲擊員 Rubem Dantas 去到 Peru 巡迴演出的時候叻 他們就發現有人在玩 Cajon 所以他們就意識到哦 Cajon 的聲音很適合用來玩 Flamenco Music 所以他們就決定把 Cajon 帶回西班牙 就這樣 Cajon 慢慢 spread 到全世界去啊 所以現在哦,我們都在一些 BAR 或者是 CAFE 都會有很多人在用 Cajon 來表演啦 因為 Cajon 它小嘛 然後聲音也不會說很大聲 也可以在家裡面練習 所以現在很多 Music Show 他們都會用 Cajon 啦 來玩 Acoustic Music 之外叻 可以拿來玩 Jazz 可以拿來玩 Fork 可以拿來玩 Rock Afro Music Reggae 可以拿來玩 Reggaeton 啦 所以這支影片 我就是要講關於一些 Cajon 的 Basic 還有它的小小的歷史啦 在影片結束之前叻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 還有分享我的 YouTube Channe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e Bye!